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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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網摩日前宣布停更頻道 所有轉戰電視辯論節目 引人注意的是 經於MeToo運動延燒 對此他也向周刊透露說到 影響到自己的主要原因是 有一名女員工對自己性騷擾 根據報導指出 她的L女是由合夥人的引荐下 才進入公司 剛開始對方做事相當可靠 自己也很信任她 不要在2021年時視網摩在北投買下新房 L女則以自己也很喜歡北投的環境當作藉口 搬到視網摩家的附近 還主動要求接送她上下班 視偶還找機會跟同事友人造謠 表示兩人正在交往 跟遙傳視網摩都會摸自己的大腿 或是視網摩會用眼神暗示自己要上床 將她遙傳承控治癒強的恐怖情人 其中某次公司員工旅遊 對方還趁著酒醉 將心抱著視網摩還用胸部碰她 並說我們永遠不要分開 讓視網摩相當不舒服 不過愛於公司的經營自己選擇因人此事 一直到頻道停更後 確定將這件事情公開 對此她的直呼雖然還是有其他因素 不過該名女子的確摧毀了自己對人的信任